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之下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择手段的唯独打压中共一家民营企业 可以说演绎了一场教科书式的霸凌 任何人都一目了然 美国的目的就是要维护自身的科技垄断地位 剥夺其他国家的政大发展权利 这种毫不加掩饰的霸道 不仅破坏了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 也损害了自由的全球市场环境 美国恐怕没什么资格来打造所谓清洁国家联盟 因为它自己早已满身污际 美国在全世界窃听监控其他国家的不良行径 已是世人皆知 中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国一道 致力维护公平公正开放非歧视的云上环境 让安全可靠优质的信息技术 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 来提供新的动力 我们希望美方也能改变狭隘自私的心态 重新回到开放与合作的正道 感谢大家的感谢